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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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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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能看見 您能看見 您能看見 您是個心情的 並且 göstermAdMositions並沒有看到 您習近平的 您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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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咱們嗨 您去想通過您的部份 您的考慮 第一奏 在廢價等 您的身份 您要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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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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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 traditionally对生发现作为发现 Standing There Himself不需要 inizi打开如果你的意思是在床上探召去看 Și dort准备了看全都在ungs尉 ana您流 Aqui50 少 had点显示 Stacy More than money worthyaallar,知道 这是那种项目的,让人们与于 所以也有一种餘下的意见 你疯р愧的,悲弱、偵探 我去世的一家里 赶快翻译 我去世,我去世,我去世,我去世 你去世,我去世,你去世,我去世 我去世,我去世,我去世 都是日基本得德克西巴弗仁德一等价五 如果 接下来我们讲 《法起殊胜之乐经》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六十位菩萨 以弥勒菩萨的引导道道到佛跟前 然后佛也知道他们前世的业障 他们很伤心在佛面前请求 告诉我们具体造了什么样的业 接下来我们会讲这六十个菩萨 在前世的时候造了很多业 今天在这里佛陀会告诉他们 之后六十个菩萨特别伤心在佛面前忏悔 然后以后发誓不再造作发了十三大誓愿 那么这样的道理其实我自己认为 这里面所讲到的很多都是可能对这些菩萨也许没有 但是作为凡夫人来讲的确是好多都不断地在犯 然后以前也是犯了很多而且以后也不敢完全下决心 不像这六十位大菩萨一样他们以佛陀作成 啊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那七况如来他是这样来发愿的 可是我们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以前造过 现在正在造以后也会造很多的 而且我们也不敢在如来面前发这种事吧 即使发凡夫人的习气 众生的业力非常重 这样的原因可能今天发再过两天会饭的 我们这几天的这些道理确实也比较难受吧 觉得因果是不虚的肯定会感受这种痛苦 感受痛苦的话不管是从自己的身份也好 其他众生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事 如何我们调伏自己的心确实要值得思考的 就像《正法念处经》当中也讲了 若你闻法 无有义法能调伏心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了这种闻法 可能我们的心更没有办法调伏 因为我们每天一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 但另一方面以上师三宝的加持有闻法的机会 不断地给刚强浪化的心剥夺 给它进行挑战 那么在这样的机会一旦失去了 恐怕我们每个人的心没有把握会继续调伏 或者是继续堪能 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听听佛法 通过学习佛法来调伏自己的心 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现在很多心不堪能的时候 比如说通过咨询来回答对你的解决方法 或者通过其他的对生理的挑战来进行调伏自己的心 虽然世间当中有零零动众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这些方法到底是观用还是不观用很难说 这样大家也尽量地通过闻思修习来调伏自己的心 这样百分之百如果做不到 我们部分的取舍因果方面也许能做得到 好 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按真正经文的意义来给大家宣说 噢 昨天不是讲这些 昨天不是已经讲了这些菩萨要祈祷佛陀 具体宣说他们前世业力的情况 这个时候佛高周围六十位菩萨说是善男子 你们往昔在俱留佛如来的教法当中 已经出家为生 俱留孙佛如来大家也知道 是善解前佛当中的第一佛 也就是说人数十万岁的时候他是善解当中的第一佛 在他的教法当中这些六十位 也就是说业力僧众的这些菩萨都出过家 当时出家的时候他们自私多闻 自己认为自己是广闻不学 特别傲慢 修持境界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所修持的戒律也特别精进 一次也常怀傲慢 而且傲益自信 他的这种傲慢自信和傲益自信常常都坏持 我们可能很多人也是有些是广闻多学的话 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有些戒律清净也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有些可能相貌端严 世间的财富富裕等等 每个人对自己与众不同觉得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傲慢心的 还有他们心偷偷心 稍欲执著 那么这些功德产生执著性他们自己认为是十二偷偷心 行为很好的他们一般我们圣文称的很多稍欲执著 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们自己先讲了这些六十位 以前在佛教法下出家的时候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心态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比丘有两个说法比丘 而且这个是讲经说法的比丘 那么这个说法的比丘他们对这些人的亲友也好 名闻利养也好他们这些就产生什么呢 产生潜力心和嫉妒心 因为这两个比丘可能他的眷属也多财富也特别好 再加上可能当时弘法名声很成功名声也圆养 有各种各样这方面的特点 这个时候这些比丘也就是说刚才六十位比丘 对这两个人产生嫉妒心因为产生嫉妒心的原因 他们产生嫉妒心意欲失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诽谤 而且诽谤的内容他可能没有用偷盗也好 或者以杀人也好这些都没有 一般都是用英语用不经心的这种行为不清净来诽谤 其实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我们戒律当中 杀和盗这些可能也有人诽谤的 但是一般自古以来很多人不管是有没有 很多都是以男女的关系 以行为不清净来进行诽谤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诽谤 行为不清净以这个来诽谤 这样诽谤实际上也是有些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不得不离开因为这个原因可能包括有一些清净的 修行人也会最后放弃所有的行为 《杂宝藏经》当中有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个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其实行为是非常清净的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后来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但是他在边做阿罗汉边对僧众的好多事情 在做法心那个时候另外有个福报特别浅薄的 另外有一种叫做弥多 弥陀比丘对他产生极大的嫉妒心 以各种隐形 以各种来对他进行诽谤 他弥陀的姐姐也是在寺院里面当比丘尼 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开始进行对他诽谤 对他诽谤以后后来阿罗汉 他已经得过了 得过的阿罗汉 但是他听到之后生起极大的厌离心 后来他在众人当中示现种种的神变 在虚空当中显现种种的神变 然后自去涅槃 所以说这种诽谤的事 可能在凡夫的群体当中很容易发生 如果这样的诽谤引起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一方面可能诽谤者他自己造了非常大的罪业 还有一个如果说诽谤的对境他是成就者 这样可能也许自去涅槃或者他放弃很多的行为 有这样的 所以自古以来的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 一般来讲以前的一些上师们的传记 所谓的弟子的邪性这些大多数都是属于 有一种诽谤也有有关的 这是有一些前辈的大德们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的 当时这六十位比丘对两位说法上师非常严重的 这个主要他的心态是以嫉妒心和千离心 吝啬心吧 为什么吝啬呢可能觉得这些施主 供养全部都给他的话他们有点舍不得 为什么这种有嫉妒心呢 因为跟自己好像是平起平坐的 这样对他们产生嫉妒心 以这样的原因开始进行诽谤 这样诽谤之后这个时候说法师的这些眷属 清眷 那么他们纷纷地离开了 都已经他们之间搞利监狱 然后最后大家都是非常严重地对他产生怀疑 对这个法师因为这两个法师虽然是说法师 但是你就明明这样诽谤的话有时候 他的真相很难区分的最后他们所有的这些行众 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然后产生不信 原来是对他有信仰 有供养 有听法这样的 但后来全部都放弃了之后我想肯定会 他们产生极大的邪见等等 哦 我们的法师原来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六十位比丘这样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 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 很有行为 也如是清净的 那么这些人说的话绝对是对的 然后他们这些众生对这两位法师无有随顺心 从此之后不跟他们了 不会抑制了 现在也是这样的 古代也是这样的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开始 今天赞叹这个说特别了不起 他得奖了 人人都尊重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恭敬地去追他 如果一旦这个人被其他地方有一些的话 马上所有的人会离开的 所以无有随顺的 最后这些离开者相续当中的毁灭 全部断了 断住善根 其实这些造的业 我们下面会知道这些比丘 其实在地狱里面受了很长时间的苦 再加上人间也是很多万年感受痛苦 但是他们感受痛苦的最主要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梵广众词经》当中公案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他们造的业从世间角度来看 可能我们觉得不是那么严重的 我们对某个法师会可能说 哦 这个已经破戒了 这个人行为不清净的 然后就开始给他讲各种各样的 隐形也好 偷盗也好 杀身也好 反正各种各样的诽谤这样诽谤的话 他周围的人全部都因为这个原因会离开的 表面上看到好像也严重 但是也不是那么严重 可能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 某个上师是好不好的 他戒律不清净 间接不正当 或者说他行为不如法等等 可能我们会经常说因为这样说的原因 其他人听到之后刚开始产生疑惑 开始不清 然后不清以后就放弃他 放弃他以后断了他们的善根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样之后说是你们的这种恶业 因为这个恶业这一点大家也应该好好地思考 我们以前造过没有 我都是自己思考已经二十多年前上师面前听过的 后来听法都是变成文字上 自己对照自己相续的时候确实是觉得 好像虽然在这里给大家什么讲经说法 装着什么堪布这样的 但实际上自己应该很糟糕的 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忏悔的话肯定会堕落的 所以自己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这个恶业六十百千岁当中在转生的阿比大佑当中 阿比地狱里面六十百千岁的话 我们以后用随意吧随意吧 随意翻译的那个 随意班当中也是六十百千岁 但藏文当中这个是六万岁 所以六十千岁的话可能它是一种虚持还是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在阿比大佑当中的阿比地狱里面 已经感受痛苦六万年了 然后欲业未尽 它剩下的也没有尽了 然后又在四十百千岁当中 也就是说四万年当中生于复活地狱 然后欲业未尽 欲二十百千 也就是说二万岁当中生黑顺地狱当中了 然后欲业未尽 它的这个也还没有尽了 然后六十千百岁当中 也就是说六万岁当中它就转生到烧热地狱 它这个过了以后 那里面好像有个什么 七七二十 四十五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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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年 是吧 对 它那个六十百千岁 它藏文当中是八千年 就是刚才最后一个烧热地狱 藏文当中六十百千岁 八千岁 八千年 前面是几万年 几万年 这个有点不同 然后从这里摩尔还得为人 他死完了以后获得了人身 刚才那个四个地狱 虽然地狱的刺地跟我们《千行》 还有《六曲经》 这些里面的刺地有点不同的 但是它因为业力不同先转生到阿批地狱当中 然后开始转生到复火 黑顺一般复火 黑顺是先复火地狱 然后再慢慢好叫地狱这样的 但是它的刺地有点不同的先堕入阿批地狱 然后就转生到有轻的有重的 最后获得人身的时候在五百世当中转生于天马 没有双目的 五百世当中 以残留业力的缘故它不断地生生世世当中 它有很多很多的生世当中大多数都变成什么呢 蒙顿 愚昧 愚顿的 蒙顿的 然后上师正念的人一般网信也很大的没有正知正念 人当中有些人好像精神点框也说不上 但是有一种精神不正常的 不自在的那种人 然后障碍善根的自己的善根很快就被折正了 业力已经折正了还有福德微少 因为有些人什么善法方面都是因缘 条件 洋洋具足的 然后福报浅薄什么都没办法圆满 还有信用粗辱 他的容貌特别粗辱 然后别人看到也不愿意见他 看到特别恶心的或者不愿意见他这样的人 而且经常受到毁谤 情见 然后别人喜弄和嫌弃 常常转生到一些 念佛法的名称都是听不到的一些遍地的地方 然后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一些贫穷的下列家庭当中 还有他因为前世这样的原因 就是丧失财宝 然后生活之举极其困难 显难 艰难 困苦 不为他人尊重 谁都是不会对你当着人 对你不会尊重也不会有爱他 也不会有人爱你的这样的 所以在整个生生世世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人当中有些确实是贫穷的 丑陋的 或者愚钝的 野蛮的 心不调伏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人有可怜之人 也有可恨之处 以前肯定会造过无量的办法罪等等造了恶业的 这些身份过完了以后 死完了以后生生世世 由后来母法五百岁当中遇到了佛的法语末世 这个佛法要接近阴末的时候 他这里愚后就是以后的意思 因为当时你们以后还要转生 转生什么呢 佛法接近阴末的时候 还要继续生在一些遍地的地方贫穷的家庭当中 还有所有的自居物质都匮乏 而且什么极寒教派或者特别寒冷 饥饿这样的地方 然后常常为人诽谤往事这里不修善法 假设说想修一点善法很难留住这种 大多数都是障碍大多数都是 你这种修行违缘重重根本没办法修下去的 就是多逐流呢虽然暂时可能能发起一些智慧 慈悲心 修行的境界这些诸如此类的光明 但是因为业障的缘故很快的时间当中全部消失隐没 我们现在很多人有时候是修行不好 有时候记性不好有时候确实是前世 或者说自己所作的这些善根很快的时间当中 以各种因缘来毁毁的话跟自己前世造的 非常严重的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是佛陀当时给他们讲了整个 你们以前是在地狱当中怎么样过的 然后中间即使得到人身的时候也是这样受苦的 但你们将来还要转人身佛法默念的时候 你们那个时候还要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刚才中间也给他们这样讲 欲侯默示五百年还要在五百岁当中你们这样感受痛苦 然后说如当五百岁以后你们再过了五百岁以后 或者说你们前面的五百岁过了以后 主业逐渐逐渐那个时候会消灭的 因为你们以前在居留孙夫如来面前已经出过家 那个时候也修行过因为这个善根的原因 就是中间的诽谤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到后来的时候才业障清净最后得到阿弥陀佛的授记 也就是说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你们得到了佛为你们这个授记 这个授记才会得到的 所以我们可能如果真正对相信因果的人来讲 诽谤法师的这种果报确实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一点你如果不相信这些的话那铃铛别论 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可说的嘛 因为相信和不相信是个人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学习 如果你根本不相信那佛教里面所有的很多道理都是 没办法无从谈起因为信心来一切善法的根本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可能你听法 学法 修法 这些都是没办法的如果你要相信的话应该值得思考 佛所说的善和恶的这种业的关系 我们好多都是可能忙忙动动不太清楚的 那不太清楚是不是不受果报呢也不是 所以这以上这六十个菩萨他们的整个 现在为什么这样的愚笨散乱修不上法 然后他们的过去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过程已经讲好了在这个时候这些六十 赞文当中有六十个菩萨直接说了 六十个菩萨听到佛所说的语言的话 大家都是应该举身谋说他全身的汗毛树立 深深地产生极大的后悔心 而且他们用自己最后自己已经清除了 马上用辫脂纹类把自己的眼泪自己想办法把它插进 然后千百佛言在佛面前这样成败的 说是世尊我们今天发露过去的这些忏悔 过错 我们发自内心的后悔 发露 忏悔 过去的时候 那么我等长语在菩萨城的人当中 那就是因为轻慢 还有嫉妒 惩悔 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业吧 我们无始以来也好 以前对两位菩萨 两位法师这样的 轻慢和诽谤和还要以嫉妒心和嗔恨心 这些障碍我们今天在佛面前如理如实地全部要忏悔 全部要忏悔并且我们今天在世尊面前发了这样的十三道宏愿 下面这是佛教当中很出名的法子内心的一种忏悔吧 以前我们有了这些过错的话 我们也应该在佛菩萨面前 虽然我们今天并不是佛陀华生在前面 但是我们在佛是无处不在的可以在三世诸佛面前 我们观想 发誓或者我们深重作证 这样也是完全可以的因此我们忏悔也好 发誓也很重要 《大波涅槃经》当中也说了智者有两种 一个不造恶的还有一个已经造了恶但是会忏悔的 有两种的 还有愚者也有两种的一个是造罪的还有一个是伏藏 造罪以后一直隐瞒的《大智度论》当中 不是《大波涅槃经》里面讲的 我们以前讲的《地藏十论经》当中也是说过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完全都是不造恶的话 恐怕现在很多人来讲没有福报吧 可能会造的 但是造完罪以后自己在诸佛菩萨面前也好 上师善知识面前也好清净的僧众面前尽量去忏悔 念咒语也好 念百字明也好或者通过各种方式来忏悔 忏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六十位菩萨接下来他发了十三道红原 进行忏悔这样的忏悔后来佛陀也是认可 你们这样忏悔得以清净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再想一下 到底自己有没有从无始以来也好 即生当中确实你帮过法师没有帮法 如果帮法师帮佛和帮僧众一样的 这样我们可能一方面说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自己觉得雄有成作的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造得这么严重的罪业的话 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死完了以后一定会堕入到 阿比地狱也好刚才讲的复活地狱 黑顺地狱 还有烧热地狱这些地狱也前面等待着 所以可能每个人有心的人要反思自己 观察自己 可能自己最清楚自己吧别人不一定清楚 你内心当中你的身口也造过没有业的话恐怕不清楚 我们自己只有即生当中自己的行为比较清楚的 但这个之前我们现在想不起来 虽然想不起来但通过推理的话 我们可能会造过很多的恶业 那这样下面我们将把十三道弘元一一地 当时这些菩萨是怎么发愿的 如果有的话自己也看能不能尽量地 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也好 发誓也好看看 然后这些菩萨这样讲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未来集如果与菩萨承认 这里菩萨承认并不是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不是这样的 凡是发过大乘菩提心的菩萨承 我们在座的都是发过大乘菩提心的 可以叫做菩萨承嘛 因为大乘行人 如果对大乘行人坚有违反 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如法也好犯了劫也好 破了劫也好 我亲自见到了有人违反这样的话 那举怒气果我一定要把法怒忏悔 如果我见到这样的时候那我就不会去宣扬 我一定要自己不是 他举怒气果的话 如果我要去把暴露出来给别人讲 诽谤 那这样的话他亲自见到了 如果别人确实是行大乘人的人 他已经犯了劫 破了劫 这些我如果把他暴露出来把他给别人说的话 那我等责 我们这些责为气狂如来 这是一种法度施 气狂如来的话 一般来讲 气狂如来的话我就已经欺骗了你 这个是以前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真正是信仰的话 比如说我如果做了这件事情的话那我气狂如来 我气狂释迦牟尼佛我气狂法王如意宝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句话没办法清净的话 那就可以说无声论者就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是世间人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的话 让我创世 让我现在有些人 但这个都不是那么严重的 那么恨的 应该作为一个佛教徒或者说这样的话 气狂如来的话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没有更大的罪业 所以他们第一个我们以后见到任何的破戒现象 凡是大乘行人都是不会这样的 我记得《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 我们观一切众生是佛的话那对法师更不用 更何况说法师 所以对一切都是可以用佛来想 对法师也好 对一切都是用佛来想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离乡和木乡 里头座的乡和木头座的乡 把它做成真正的佛来想的话 能获得无量的功德 本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里头和木头座的乡其实它是一个无情物嘛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着真正的佛 比如说这个是通相 释迦牟尼佛 这个本来是不同的一种形状 但是如果我把它当作是佛的话 这种缘起力是不可思议的 我会获得了福德和功德 那刚好光说具有生命的法师作佛像 怎么不得这个功德呢一定会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大乘信任不应该说过失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宏愿 第一个宏愿以后我们也再想 看如果你不是管理人员或者不是什么 见到别人真正已经很严重的话 是不是尽量地不说因为对你没啥关系 这样的话更何况说是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这样说出去或者这样的话可能更严重 这个是大家也对十三大宏愿的话 我们每个道理都想一下这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瑟拉曲托》也就是《水草》的译本当中 它这里说是对大乘信任 这里增加了一个一和二中间 藏文和菩提牛执的版本里面没有 它是怎么讲的呢 第二个是他中间夹的那个对大乘信任来讲 起恶慢心 说恶的话说一些罪恶 若是若虚 不管是真的 不管是假的 凡是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七夸如来 好像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中间有一条 就是有一条但是藏文当中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跟前面有点相同的 他以傲慢心主要是以傲慢心来说别人的恶 说别人的罪过 最终过失 不管是你说的那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话 那这个是七况如来 随意本当中有这么一个 然后接下来应该按这个程序来吧 第二个宏愿是世尊 我们从现在开始乃至未来集的话 如果对于菩萨城的人我们以各种戏弄 戏笑 或者说击贤他们 恐吓他们让他们生起恐惧心 或者经常轻见他们 轻视 蔑视等等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 怎么说啊 说是那七况如来 七况如来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对人的行为就欺负他 不管怎么样人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他真的能反抗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敢欺负 不管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好 人与人之间的话 人都有这种弱点如果他实在是好像不能反抗的时候 我们很会欺负他人这样的话这个果报也是很可怕的 大家可能记得吧 米拉日巴的传记当中 当时米拉日巴在山东里面的时候有一群猎人 他们打不到猎最后就开始用 有一些人把米拉日巴故意欺负他 然后说你是人还是鬼啊 他说我是修行人那你不太像一个修行人 我看你修得安忍怎么样 他们就故意把他作弄他 然后有时候把他扔在宣扬当中 有时候因为他当时特别瘦 然后人在空中就开始讥笑 慢骂 侮辱 打这样的 那这样的时候米拉日巴还是入入不动的 没有怎么对他们反抗 其中有一个人他当时很伤心的劝他们不要这么做 不然别人是修行人你们这样可能今时来时都是很不好的 虽然他现在是没办法反抗的但是你这样极限特别不好 结果他们好像也不太听一直玩了好长时间 然后把他扔在那里他们就下去了 下去不久的话刚才那些经常欺负他的那些人 有些是因为他违法判了死刑的 有些是在即生当中感受各种各样不愉快的时间 其中维护修行人的这个人他过得很快乐的 米拉日巴的自尊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如果见到了一些法师他们大乘人也好 这样如果我们去恐吓 恐惧 尤其是对人对其他的动物产生恐惧的话 那自己今生或者来世也会产生这种痛苦 《华严经》当中也不是讲吗 说见善知识随顺烦恼心无生嫌弃 有些善知识真的是以烦恼心不要对他产生嫌弃心 与善知识说应该怎么样呢 生生信心不应变改应该对善知识产生信心 而不应该改变因为今天很高兴 明天对善知识也好对法师也好经常嫌弃 让他产生恐惧或者轻悔那这样就非常不好 所以他们发什么样的事呢 凡是从现在开始对行大乘的人也不会喜怒他们的 也不会轻悔他们的更何况说让他们产生恐怖 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就欺况如来这是第二个宏愿 第三个宏愿说我们世尊从现在开始乃至未来际 如果见到了在家人或者出家人的菩萨成人 修大乘法的在家人也可以 出家人也可以 如果这些人以无欲乐 悉心欢愉 也就是说他们享受各种各样色声香味的无欲妙乐 或者财 色 名 食 水 财 生命 水 他们以这样来游喜 欢乐 娱乐 见到这些受用的时候我们终不会对他寻找任何过失 产生对他们产生恭敬心 产生信心 把他们当作教士相 道士相 佛相 如果不能做的话我等这位积极狂如来 这些菩萨确实对在家人对他们开始产生这样的信心也好 怎么讲 因为我们一般对出家人享受各种各样 我们可能不产生邪见我尽量控制的话可以 但是如果在家人也是享受各种各样 那这可能是菩萨的幻化 这可能是佛的幻化 这是可能我的眼睛不清净 他们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密意 我们不会去诽谤这些人每天都是享受无语 没完没了的 行为不清净不会这样说的 他当时是这样发愿的就像《大乘庄严论经》里面 也说是随夫具宗物 行物缩染者 虽然外面可能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 但是这些菩萨有些修行好的人他没有染作 修行乐生道 实来明少语 所谓的少语其实表面上看到好像什么都具足 就像以前江青春文博有一些高僧大德 看起来好像世间的妙语 什么城戚也好 家世也好 什么样的购物等等具足的但实际上 他们的心应该处于非常清净的 就像有一个佛经当中那个名字比较难度 佛经里面怎么讲的呢就是说 菩萨常清净方便利益众生 菩萨行为是常清净心也常清净利益众生的 但十五处于狗 实现心染性 菩萨他自己就像闻生菩萨和弥勒菩萨一样 没有狗染 没有欲望 没有贪嗔痴 但是为了众生他经常实现一些染性 贪嗔痴 所以我们如果观清净心很好的人 确实看到不管是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他们行持的一些所谓断欲望的这些行为 他们可能不做或者没有做的话 也应该产生恭敬心吧 产生恭敬心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对这些没有产生佛像 没有产生上师像 那我就七况如来 这些发愿很深的 我们确实是 我今天也一边思考一边能不能做到 确实也很难做到吧 以前也是经常包括讲课也好 有时候是为了维护一些学院也好 维护一些道场也好 凡是经常说别人的过失 这样下诚肯定是不妙的 可能当了一辈子的说法者 但实际上自己最后堕入恶道也是很可悲的 很可憐的 就像现在有些人一辈子都讲什么执法的 以前也有吧有一些当官一辈子都讲当公安 当继位的人 但最终自己都是他的下半生在监狱当中度过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口口声声自己认为自己很清净的 但实际上不断地造业不断地造罪这也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些菩萨他们能做到以后不会再造 若造的话 气狂如烂 然后第四个发愿说是 世尊我们从现在开始乃至《未来集》 如果与大乘行人以千灵的心对亲友和亲友家 或者说他藏文当中还有对施主 功德主 因为我的千灵或者利养的原因 对施主 亲人和这些家他们是大乘行人 在他们开始损害他们的身体损害他们的心 逼迫他们 如果这样我则气狂如烂这地方稍微难懂一点 意思就是说我们随一般当中也是亲友和乞丐家 其实乞丐家不是乞丐的意思 可能他那个义法有点 所谓的乞丐家指的是施主的意思 因为有些沙门去化缘 去淘气的时候 施主给他们一些饮食 所以我们隆无以请 施主家 意思就是说因为亲友和施主家的缘故 对他们这些大乘菩萨产生基督心或者牵涉心 然后损害他们的身心 老妇会气狂如来 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了一些清风好友争 为了一些施主就这那正去 以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害大乘行人 比如说大乘行人也是他的施主也是这个 他的亲朋好友也是这个 然后我是为了争这些的因缘开始诽谤 损害他们的身心那我气狂如烂 以后就像我们佛子行当中也是有吧 一般来讲很多人的争论要么是名声 要么是财产要么是个人身心的一些利益 如果我为一些施主和为一些亲朋好友 而对毁坏大乘行人那我气狂如来 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四个愿 然后第五个愿说是世尊 我们从今日起来至未来起 如果对大乘行人一举粗愿 临起不语 一举粗愿 我们平时对大乘行人经常可能 骂骂 诽谤或者恶口骂人有这样的 如果我用一举这个也是很难做到 就是一举 我们可能不仅是一举 好多举不断地 滔滔不绝地开始骂 骂很多次都有可能 就像《华书经》里面说是 若人毁乱菩萨心则未毁灭无量法宝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恶语来毁灭菩萨的心 那可能无量的法宝和无量的佛宝都有毁坏的危险心 这也是很可怕的 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些是骂人还是很擅长的 这方面智慧也很不错的口才也很不错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造恶业方面 最好不要有特别的智慧也好一点 比较笨笨的 笨拙的嘴巴也不太会说的 那些人他要诽谤他也说不出什么 就噢 可能说吧 噢 这样他可能不会讲得很清楚 有些人特别聪明 特别淋漓的 这种人他以自己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 只要稍微有一点他就以各种方式来 开始骂人也好 诽谤也好或者说可以裂造 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可以创造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从编析经论的角度来讲 人有智慧还是很好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往往他的口才也是很好 他辩论的煽动力也很强的 一个人如果他的口才特别好 他就讲某个菩萨的过失 某个说法词的过失 那可能成千上万个人就开始跟着他 那这样的话他这样的智慧已经成了邪慧 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到底是聪明好还是愚笨好 愚笨好的话虽然可能做不了什么大的功德 但是也不会造业 你看这个牦牛他天天除了吃草和水以外 最多是他性格不进行除此之外他可能也不会偷什么东西 也不会诽谤三宝也不会杀生 他故意的杀人这些也没有 基本上很多罪业人类很聪明 因为人类他不但聪明他还能杀害很多众生的技术 他也会掌握的 所以有时候做人行持善法具有正见的话 做人还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 那做人不如当旁生可能也好一点的 也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所出语的话也是奇况如来的 第六个愿我们从今日起来自未来世纪 如果对大乘菩萨行人昼夜六世不清历史 则我等在此的奇况如来 意思是因为他们对大乘所有的行人 都当作佛和菩萨和自己的善知识一样的 如果昼夜六世也就是说 具体来讲白天善知 晚上杀知 或者我们通常来讲昼夜六世 就时时刻刻很常 经常没有对大乘菩萨顶礼 其实这个是我们甘主说是上帝拉雄说 去哪里对佛陀顶礼一样的 对所有的大乘菩萨要恭敬 要顶礼 为什么现在传统文化当中也是见到人就开始问讯 我们一般的一个比较高等的服务员 他也有一种问讯 相当于是一种顶礼 其实这也是一种恭敬 如果世间的人对一般的普通人都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话 对所有的大乘行人为什么不理尽 如果不清净地顶礼那我契况如来 第七个 我们从现在开始乃至《未来集》 为了向护 保护这些宏愿 如果为了维护这些宏愿的话 我们不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也是气狂如来的 他这里不洗我们可以说是宁可舍弃生命 但是不可舍弃誓言也有这样的 这个大乘们的教言都是这样的嘛 这个跟随意本跟这里的说法是比较一样的 藏文当中为了护持这个宏愿的话 他就不洗财富 不洗果征 不洗生命和身体 他前面有财富和国政他就宁可舍弃财富 宁可舍弃国家的王位之类的 也舍弃身体和宿命 藏文当中有这样的其他的两个版本都比较相同的 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红颜很重要的 我宁可可以舍弃生命但是不愿意舍弃这样的誓言 一旦我们发了这个事以后尽量地饶一众生 我们可能也会想包括这些红颜 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所发的不能忘 一般有些人可能今天是这个愿明天是那个愿 但是这种心不稳定的不稳重的应该有个稳重 尤其是鉴定实验词《二规教言论》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第八个誓言 师尊从今日起乃至未来计 如果对于僧文成的人或者披之腹圆绝成的人 他这里僧文成的人和圆绝成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小成人 那么以轻满心 而且说这些不胜于我 不能超过我这些是比我下等 比我下累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大成人小成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肯定没有像我们利益众生的心很强等等 这样来歧视那我则为欺狂如来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有傲慢心 像《城市论》当中也说 人们经常所谓的中心的高贵相貌的断言 还有一些禅定 戒律 积能所有的傲慢不应该有 为什么呢 一切万法皆是无常 后面我们不应该知道傲慢 比较而言可能我们就觉得 我今天讲得很好 我长得很好看 我的财富很好甚至我的车很好 我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还不错 我的机性还可以等等这样傲慢的话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傲慢 为什么呢 一切万法皆是无常过 你今天是机性很好的明天你变成一个植物人很难说的 你今天很富裕但明天变成乞丐也很难说 所以一切万法也到最终的时候就像看红隆梦一样 没有什么可行的到最后这个场面 肯定是用异雄悲惨的方式来舒畅的没有什么可 这是讲第八个 第九个世尊 我们从今日开始乃至未来集 如果不善于能摧毁自相续当中的傲慢心而生起下列之相 他这个善可能不是善恶的善 如果我们不能摧毁自己或者自身的傲慢而下列相 那么经常想赞陀罗是低劣的印度最低劣的 还有一些狗犬把自己当作是最低劣的人 最低劣的像狗 猪 下等的这些众生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这么想那我们什么呢 会气狂如来 意思就是说就像修行八道当中也是有吧 自己是最卑劣的 最低劣的一项 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把自己下列相像狗 像最低劣的重心那样做得到的话 那我就气狂如来了 我以后不能有傲慢和自靠心态的意思 然而士顿 我们第十个愿 从今日去乃至未来劫 如果自己赞叹与诽谤他人的过失 这样也气狂如来 对自己赞叹自己那特别不合理的嘛 以前麦彭仁波切也讲过吧 人格让拉夫多巴勒与语尼诽谤摩尼诽谤 自己与自己作赞叹的话 总是低劣天也是不加的 所以应该就像深层的大海一样 不为一些随语所动摇 我们人像大海的话大海多少年多少年都是 它没有无增无减的 所以一会儿赞叹自己一会儿诽谤他人 一会儿有自己轻血化的状态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不自赞毁他的意思 如果自赞毁他就气狂如来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经常也是少讲自己的功德也可以 第十一个是师尊 我们从今日起乃至未来起如果不为争斗之处 我们要害怕经常争论的地方 道场也是互相关系不好不团结的 争执不息的这些地方应该是要害怕 而且害怕以后就赶快离开离开一百有旬 就像大风吹动一样很快就要离开 看到戒律当中也是有嘛 哪里有争论的话要离开一百有旬 我以前那个教证在微博当中也是发过 哪里有争论的话应该 比如说一个道场当中如果有一些争执不息的话 你没有必要坐在那里不然你这个修行也不好 你到时候可能会缠在里面你自己造很多的业 在一个村子里面也好在一个道场里面 在一个寺院当中在一个团体里面 如果这里很复杂就觉得到处都是正直的话 你自己离开了没有必要去参与 如果我不能离开那我就七宽如来 一边正直 一边一直待在那里的话 那就不合理的了 第十二个世尊我们从今日起乃至未来集的话 如果因为受持清净的戒律 广闻多虚 偷偷心 还有稍欲知足的这些功德自己开始炫耀 自己开始自我讨罪 如果我们这样再期况如来 自己稍微有点戒律 多问 知足少欲的功德 最好不要炫耀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比这个功德多的人多的 你稍微有一点知足少欲清净戒律的功德 也不算什么的了这也是一种知足 最好不要炫耀最后一个 第十三个发愿 我们从今日起乃至未来集 所修的这些善本不知经法 我们自己修的这些善根不要自吹 不要炫耀 然后所信的这些罪业惭愧法路 按理来讲我们有的这些功德尽量地隐藏 复藏 然后有的这些罪业尽量地要法路 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不用这样 反过来说自己的善根功德就不断地吹 然后自己的罪过一直隐藏的话这是不合理的 其实《扎阿含经》和《阿含经》里面 好多处都有这样的 若有功德当之复杂若有过失当之法路 《扎阿含经》当中也是有 《扎阿含经》里面也有好多《阿含经》里面 我去年《阿含经》翻译了一部分 但是没有全部因为这个很多的 它里面经常也会这样讲的 所以如果我这样的自己宣扬自己的功德 隐藏自己的过失的话那七况如来的意思 这十三大弘言发完了以后 二世世尊赞叹这些菩萨三哉三哉三难者 三所如是觉悟之法你们发的这些愿都是觉悟之法 三法如是广大誓愿你们发起了这么好的广大誓愿 能以如是决定之心安住其中 你们以这样非常坚定的心啊 其实这些菩萨我想他们发的应该不会变动的 会安住在其中的我们有些今天发了很多 以前我们有一个道友他说一天三座修什么法啊 法啊 后来我们都学习大家都觉得哇 挺好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听说他早就退醒了 然后又给我写一封信忏悔 以前发的全部都不行了凡夫人是这样的 今天觉得因为有一点热气 这个时候开始发誓愿过两天全部都没有了 他这里应该是有决定之心安住其中 一切业障细节消灭无量善根也会得到增长 那么这个时候佛告诉弥勒菩萨摩沃沙达 他说弥勒若有菩萨位于清净 如果菩萨真的要向业障清净的话 当发如是广大誓愿应该要发这样的广大誓愿 我们也是这样的最后这一句话大家也记住 前面的十三个红原大家也要记住 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也是虽然全部不一定能做得到的 但我们还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行为规范 来经常惦记 经常提醒自己 十三道红原我们希望生生世世能发起了 还有佛告诉弥勒菩萨 你要向业障清净的话应该发这个誓愿 我们也每个人都想 无始以来造罪的业障得清净 那这样我们尽量地发得三道誓愿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周一周二还有周四周五都有课 哪儿oulou 傅 哪儿都想 berry切草